因香港第五波疫情发生 应香港特区政府请求 中央决定在香港洛马州核桃地区 援建应急医院和方舱医院 3月29日 中央援港应急医院项目一期电路全面接通 只标志着该项目一期正式进入连条连事阶段 预计4月5日正式完工 连日来 2万多名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 逆行池圆核桃工地 争分夺秒在一片荒滩上抢建生命之州 中央援港应急医院建设工期紧张 而且难点重重 面临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 主要表现在 一是30天内需要建成500张床位的负压病房 短时间内建设规模如此之大的特殊医院没有先例 其次是医院建在一个鱼塘之上 需要处理软地基 相当于在豆腐上建房子 施工难度大 三是所有的人员 物资设备都只能通过临时搭建的 也是唯一的一座钢栈桥进出 四是所有的参见人员都必须住在现场 但没有时间提前搭零件 所有参见人员都只能住帐篷 其实我们以前做工程的时候 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说法 叫三通一品 但是在这个现场 基本上进来就没有三通一品 可能就只有场地质品的 水 电 排污 基本都没有 所以说这对我们的生活保障来讲 是非常巨大的挑战 可以说是在极限的时间内完成500个 这个医期的医院的建设 其中还包括有32个ICU病房 包括三个手术室 包括这个检验科 这个射线放射科 以及一些其他的这个医剂的配套 应该说是非常的难的 尤其这个医院作为一个作为防治治疗新冠 新冠患者的一个负压病房的医院 所以说还有这种负压的要求 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很大的挑战 项目施工单位中国建筑表示 为实现项目工程人员物资设备 以最短时间点对点进出工地和深圳 项目仅用七天时间 于3月5日在深圳河上完成临时钢栈桥搭建 连通深港两地 为大规模施工提供了先决条件 记者了解到 常规情况下 一座这样规模的医院需要两年的工期 还不包括各种基础建设工作 现在两年压缩成两个月 时间的紧张带来了管理和协调上的空前挑战 项目开工以来 施工单位秉承先生产后生活的理念 群体人员先后克服了场地条件不佳 零件设施缺乏等艰苦环境 住帐篷 打地铺 吃盒饭 以优先保障工友的饮食住宿为原则 克服了一道道生产生活难题 像这种环境特别恶劣的情况下 也真的是第一次遇到 比那边雷胜山那边可能施工各方面更难 就是工期紧嘛 因为我们都是24小时在这夜的加班 加班加点的赶工期 也希望就是说把这个医院这一块赶紧交付给香港同胞嘛 就让疫情这一块所有人员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嘛 因为我来自于湖北嘛 2000年湖北的疫情我们是经历过 香港现在对疫情撕裂 我们也是感同身受 所以我们是最辛苦也是顶着往上把进度抢起来 让这个项目尽早完工 让香港的同胞能够得到好的治疗 即使施工环境艰苦 项目依然保持高速运转 高峰期单日车流量达到2883车次 设备400多台 作业人员14000多名 最终实现了进厂后一天完成4.3万平米的厂平 三天完成1.6万多方混凝土胶柱 五天完成4000多个箱子拼装的中国速度 据悉 中央远港应急医院包含1000张床位的负压病房 分两期完工 每期一个月各完成500床 包含三间手术室和100张ICU病床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香港收治新冠肺炎患者能力